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扣 好今天的时时入扣 我刚才忘了提醒大家 等一会我们要访问财政部长苏建荣 因为刚刚为了东亚清 很生气痛啊北京 那财政部长苏建荣 他被认为是亚苗助长 等一下我想我第一个问题 就要这样子问他吧 希望他不要听完以后就跑人了 好那个财政部长苏建荣 等一下八点到九点 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同时呢 今天的时时入扣节目呢 我们呢 请到的特别来宾 他是天香楼的主厨 是杨光宗 杨先生 请那个家昌帮我们介绍 我今天非常高兴 花了很多的心思 跟好不容易排到党籍 总算把我心目中 从小到大 在台在台湾能够做到本帮菜 特别是把杭州 这个过去台湾可能比较不熟悉的 这个菜色 发挥到淋漓尽致的这间餐厅 那今天包括了 饭店公关 Grace 还有我这个非常景仰 这一次拿到米其林一新之后 哇 好多媒体都才去专访 但是如果老一点的台北的士绅都知道 亚多荔枝的天香楼一直是 非常以细致菜色文明的 这个老饕必访的一个餐厅 那我们就请杨主厨来帮我们分享 到底这一路以来怎么样把这个过去 比较冷门的杭州菜 能够带到台湾发扬光大 好我们来介绍现场的两位啦 先介绍这个杨光宗杨主厨 各位听众大家好 毕姓杨 杨光宗 另外一位可以介绍 亚多荔枝的市场传播部的专员 黄伟涵小姐 对大家好 我是公关Grace 你的那个中文名字比话好多 对所以我都直接叫我Grace就可以了 对对对 小时候一定哭哭 不很好 你在这个亚多荔枝上班 亚多荔枝除了天香楼 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他们的面包很好吃 我记得最早以前那个啊 韩良鲁第一个介绍台湾的 Crosso的时候 Crosso 他就说亚多荔枝的Crosso 是第一批最好吃的 谢谢谢谢 好这个杨光宗这个主厨您在 你是天香楼的主厨 不是亚多荔枝的主厨 我是 专门管天香楼 对天香楼就是 他是整个中餐 哦是是是 因为在天在亚多里面的中餐呢 只有一个厨房 哦对好 那嗯 当然亚多荔枝他的这个餐饮 跟他的嗯 旅客的服务啊 这个他的品质跟他的嗯 水准是 严昌宋先生时代所创立的嘛 对 我我记得天香楼的菜以前 真的非常好吃的时候呢 我们就我我第一次去杭州啊 那是1989年啊去吃他的那个楼外楼 西湖醋鱼 西湖醋鱼 他的西湖醋鱼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吃起来是有沙子的啊 沙子 那是1989年啊 哈哈哈哈哈哈 刚刚开放而且没多久不是六四吗 对 然后他们90年以后才正式开放 然后那个是1989年啊 所以呢我们呢 回来之后就就非常的敬佩天香楼 就觉得天香楼是世界上的杭州菜 可是现在的杭州不一样了哈 嗯 所以你们天香楼最大的竞争就是 真正的杭州菜在杭州 是不是这样子 说竞争呢也还好 毕竟呢 这两两岸里面的味道呢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还有就是食材也不一样 因为呢我们拿我们拿到虽然是像龙井虾来讲 嗯 我们拿到虽然是淡水虾 嗯 但是跟他们拿到河虾不一样 因为台湾的河虾已经没有了 以前是都小小的河虾嘛 对对对 那可是现在的龙井虾人就是大的 大的就不好吃啊 大的就所以我们的龙井虾 我们现在目前用的龙井虾都是在90到120位 哦 就是也不能太大 是 那但是要拿那个小的呢也没有 河虾有时候是冷冻的 对那所以呢他这个呢就有点像台湾的那种 有一种叫过山虾 同那个种 但是它是在东南亚以太的 哦好 天阳楼那个时候 早年为什么敢在台湾做杭州菜啊 其实那时候我听严先生讲是 那时候呢刚开始做的是叫湖南菜 哦是吗 因为早期很早期以前 湖南菜是 国色天香 所以那时候叫做是 所以那时候叫群贤葛 是 哦一开始叫群贤葛 对 那后来开了再两年多以后呢 好像国民党开的餐厅 对不起 所以那时候那时候整个呢 其实它生意量呢没有很好 因为旁边早期有统一饭店 你说是在群贤葛是做湖南菜 对湖南菜做 哦是 那时候还有统一饭店呢 那时候还有统一饭店 所以周边很多饭店 那时候整个台湾几乎生意比较那个 在台北比较热门的 就是湖南菜 那是不是湖南菜啊 哦我还以为是川菜 川菜是国民党人啊 带到台湾来的吗 对其实那时候川菜呢 其实我那时候去看过 湖南菜跟川菜 其实都是两个很 当时很鼎盛的菜式 哦是是 但是那时候的川菜大概是二十五 大概三十年前 是是 川菜大概流行了大概十年 哦 到十二年 后来川菜老板都移民出去了 后来 其实后来是因应的 我那时候去 有去大概去了解一下 台湾那时候整个经济局飞完以后 整个台湾的人 对饮食上的口味开始调整 养生吧 养生 所以比较辣啊 咸的东西 哦是因为这样啊 谢谢你啊 终于解谜了 那你们群衔阁 天香楼的前生做过湖南菜 对 哦 所以 内幕 在目前天香楼里面 还有保留 几道的湖南菜 那你有 那时候你就进去了吗 我还没有 还没有 对 所以我是在这边二十几年 那现在目前 天香楼到目前 应该是三十五年 现在的湖南菜是什么 在天香楼所保持的湖南菜 像左松堂鸡 三香豆腐 对 这个是属于湖南菜的口味 那为什么会从群衔阁改 整天香楼 希望你们改名字了 那时候也因为 也是在 严先他所 手试 哦是哦 对那时候严先是 因为以前早期的 有一位普少夫 哦是 就是 然后引荐了 你讲普少夫 他们都听不懂 都不认识的 我要假装不认识 哈哈 我们新闻界的新闻 哎他在香港办了一个杂志 对对对对 那因为他认识了韩老师 所以呢介绍了 韩老师是谁 就是韩同传 就是我们的天香楼的 在天 在香港的天香楼 哦是 是香港天香楼的老板 的老板 哦所以 台湾的天香楼是香港天香楼的 啊是可是杭州菜真的是 嗯他他在口味上面比较特别吗 哦然后但是就被你们做起来了 哎对你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天香楼 而且那时候什么东坡肉啊什么什么 宋嫂鱼跟那些都已经是你们的精华 招牌上 对对对对对 你们是怎么怎么你们就从头开始学啊 对从头开始学 哦而且前辈呢那时候前辈第一任的 哎最后一任的那个应该说是湖南菜的主厨 哦就是就是那个那时候的那个 哎主厨那最第一任的那个天香楼主厨也是他 哦那我那时候很佩服就是说 他们以做湖南菜是重口味 嗯然后再到那个 韩中菜完全不一样啊对 这两个女人都长得不一样 湖南女人比较辣啊对对对对 哦是原来是这样啊 那所以天香但是天香楼也是背负很大的盛名 对不对 哇那个早年在那个天香楼啊 就那个时候啊杭州菜刚串起啊 那台湾的饮食界还没有这么多的竞争吗 对不对 现在是你们后来竞争太多了 你都可以在那边看到权贵阶级啊 我都看过连先生好多次啊 哦就是你随便去吃饭就会突然发觉旁边是一个你认识的人 是不是这样对就是那在安田来讲就是刚刚讲的其实很多的 打官闲药出入在以前来就好叫打官闲药 对啊那很多的公司的算是负责人都会在那边出入 我们比较能够看到 所以台湾的杭州菜跟杭州的本地的杭州菜是有不同吗 有点不一样 那你等一下来告诉我们好吗 就是我们怎么去品味 因为现在很多人去像我们的制作人刚才就跟我说我吃过杭州的杭州菜 我说哦那你哪里要去吃天香楼的杭州菜 那天香楼哦他的嗯 你们有一个鸭汤吧 神仙鸭 神仙鸭汤 然后嗯有东坡肉吗 对东坡肉 龙井价人是当时最对对 龙井价人因为对台湾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对台湾的饮食消费者来讲很新鲜 那是第一次茶叶入菜 对台湾这么粗杂 对 都没有想到要茶入菜 是天香楼把龙井放进家人里 对应该说 引申起来这是秦龙皇把龙井茶叶放到家人里面 哦是哦好我们等一下来看看 天香楼其实是有一个这个非常长的一个饮食文化传统啊 那他怎么样把这个杭州菜的这个清点跟台湾人的口味 也结合在一起嘛 那像龙井价人本来在杭州大概吃的都是野生河虾嘛 对不对 河虾都小粒小粒了 对对对对 那现在河虾很少 很少 所以就要用别的价人 对那其实用的是淡水虾 哦 那杭州它适合用淡水虾的缘故也是因为它的主要招牌菜是龙井虾 嗯 但我用的那个假如是海虾 嗯 味道比较重的 它会压掉的 哦 茶叶的味道 就是茶叶跟河虾好像是好像是一国的吗 对 是有因缘的感觉 对 那这个光是一道龙井虾人那个就是一大学问啊 因为那个龙井茶草出来的姿态颜色都是手工吧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啊 今天非常谢谢嘉昌请到了天下楼的主厨杨光宗先生跟这个亚洲立志的公关啊是黄伟涵小姐她黄伟涵啊 这个话题都念错了不好意思 Grace马上回来 为什么饭店都是美女做公关啊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哦是对天阳楼曾经吃过国宴家宴嘛 那时候主厨就是 对 就是杨光宗先生 好今天非常谢谢天下楼的主厨杨光宗先生跟亚洲立志的公关黄伟涵小姐 这个伟涵你 你介绍一下吧 年轻人啊 这么年轻 你对于这个因为杭州菜感觉到好像总要有点年纪的人才来吃的感觉啊 因为当然杭州是被苏东坡的苏东坡肉 东坡肉给这个造化的非常有名的 那其实亚洲立志除了天上楼这个中餐厅之外 他一楼有西餐厅 有巴塞利厅是巴士乡村菜 对呀 那个的南海鸡饭是朱立伦的女儿最爱吃的 然后你们还有一个 巴黎厅930是巴士精致料理 巴黎厅现在也是米其林系吗 没有 他之前餐盘推荐 对对 哦 餐盘推荐 其实他很好吃啊 环境也很好 我吃过他的福也很严压 要吃很久 对 好了 天香楼是很多人的回忆 是 很多的世代 那当然早年的时候因为真的饭店比较少了 这个主厨也知道 那后来你们把统一饭店给人家闭关门了 没有没有没有 统一饭店是以前的早年的我们的叔叔波波他们应酬的地方 对对对 那亚洲立志的天香楼历经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考验了 你们刚推出的时候就把香港的天香楼带到台湾来嘛 对 台湾的市场接受吗 呃 应该说早期的时候呢 刚开始那时候 台湾市场呢 还不是大家都能够接受 他们都不带懂什么杭州菜挖沟 对 而且那时候口味也比较淡 就是说杭州菜本身比较淡 对呀 那时候的人 吃的东西还没有那么讲究 还把绒井茶叶放到虾仁上 人家就觉得好奇怪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 那个茶叶到底要不要吃 可以吃 大部分人都这样问你 对很多人 早期很多人 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很多 那个茶叶可不可以吃 我说可以吃 我说绒井茶呢 在茶叶来讲 他们就叫吃茶吃茶 也就是说 他可以喝也可以吃 所以我都心中说 绒井茶叶呢 它是可吃 可喝 可赏茶 所以泡绒井茶一般都用玻璃杯 是玻璃杯高角玻璃杯 他可以欣赏到茶叶的茶色 茶叶的 他本身的那种游动 因为呢 茶叶泡下去他浮在水面 然后接着他慢慢往下沉 那沉到水底下的时候呢 中间还有螺旋状的茶叶在飞 在那边游荡 那我都把他形成说 那你们把他想象成 他是一个湖底的景色 就很像这个西湖一样 这个杭州菜 你们还有当然就西湖醋鱼 刚开始推西湖醋鱼的时候 他还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用蒸的吗 对不对 那西湖醋鱼是用汆烫 还是用蒸的 用我们是用水煮 用水煮 对 所以我都现在目前 我跟客人讲说 这一道就是五油餐 对呀 因为 一开始大家觉得很不可思 对而且呢他们都觉得 那个草鱼太多次 草鱼又有点草的土味 土味 土味 然后呢又觉得说 哎草鱼在台湾很 很廉价呀 对 哎我记得那时候大家讨论过 为什么西湖醋鱼 用这种廉价草鱼 而且用煮一煮 然后上面领一个汁 就叫我们吃 对 那那个 那个寿司也没有油 那最主要是因为西湖 人家说 在早期交通不方便 靠湖吃虎 靠海吃海 西湖的醋鱼是什么鱼 也是草鱼 哦西湖里面就一堆草鱼哦 草鱼 鲜鱼 哦 桂鱼 是 那不然就寄鱼 但是用做西湖醋鱼用的只有用哪一块 肚子那一块 哎我们是用背肉 背肉 对就是它的肉 那在传统的西湖醋鱼 他们是用一公斤的宰鱼 哦 是 但是在台湾 它不卖 哦这样子 因为它让它长大才好卖 哦 在大陆一般来都是 一公斤的大概这么大的宰鱼 对 三四十公分 对天象楼的西湖醋鱼 把草鱼的身价给提高了 它很优雅 对 而且我们拿出来的鱼 它是完全没有刺 哦对 我们把刺拿掉 这个在我们当时的这个吃鱼 因为台湾人吃鱼的习惯又不一样了 对 它再是不同 对 他不喜欢吃到有刺的 对 也不喜欢吃淡水鱼 OK 因为我们是吃海鱼长大的 对 哦 所以这是草鱼是淡水的 这个养殖的嘛 对 好 那那个 你们的那个东坡肉也不一样吧 对 而且呢 我们东坡是唯一跟香港天香肉 还有传统做法不一样 怎么说呢 那你要跟苏东坡先生 这个打对台啊 苏东坡晚上做梦会吧 但是呢 用的完全都是苏东坡苏先生 他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那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香港 因为香港跟传统的做法 香港天上还是传统做法 嗯 他把东坡肉呢 有的东坡会油炸 有东坡会 甚至有东坡会爆香 哦 那有的呢 他会收汁变成稠稠的 嗯 好像勾芡这样子 嗯 那我们的东坡肉呢 完全就是清水清汤 嗯 不油炸不爆香 完全用水煮 哦 而且呢 是汤汁可以喝 哦 是哦 对 我的妈呀 看到东坡肉的时候 那个就已经要 要吃好几碗饭 不是吗 对 所以你们的东坡肉 是小中的 也是比较不一样 小中的 一颗肉 大概160公克左右 哦 那其实我们的主要呢 东坡好吃 我都说跟柯子讲说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窍门 嗯 大锅肉嘛 嗯 你看我们一锅呢 要煮200克 嗯 每一颗肉呢 160公克 哦 然后呢 就用水煮 你看 清水都变成高汤了 哦 就是用水煮 你们有 你们没有先炸过吗 都没有 哦 也没有爆香 香料 但是选肉很重要吧 对 东坡肉是有哪一块肉啊 我们是五花肉 但是五花肉呢 假如100公斤的五花肉 我们只能用到50公斤 哦 也就是只能用二分之余而已 它有肥瘦上的比例 对 还有它的部位的那个嫩 嫩度 哦 是 所以吃 吃你们的东坡肉 应该不会胖吧 哈哈 不会 你看 谣传指出某一位奶奶 都不吃肉的 可是他吃了你们的东坡肉 就觉得 可以打破他的这个禁忌 对 而且 我个人觉得还有很多喜欢吃的人都觉得皮油瘦肉那一段最好吃 哦 是 入口即化 所以你们到现在还是那个卖的还是这个经典的吗 对 还是点率最高的 那神仙鸭是杭州菜吗 对 它是杭州菜 我以为这是你们自己开发出来的创新菜 可是加上鱼王好像是您的创鱼王 对 哦 是吗 在杭州它有个叫老鸭堡 老鸭堡 哦 那其实老鸭堡呢它是传承于它是有所谓的山东菜 嗯 也是老鸭汤的因子 老鸭就是补的东西吗 所以它的汤很补 对它汤很补 那你们家鱼丸 对我们家鱼丸跟鸡菜馄饨 这鱼丸自己做 哦是是是 所以比较特别 对 那跟一般杭州不太一样 的老鸭堡不一样 我们的汤比较轻 哦 他们汤比较浓郁 他们汤是乳白的 哦 那你经得起杭州人的检验吗 哎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哈哈 和杭州客人来吃 咦 台湾的杭州菜 对 那其实我看 我遇到过很多的杭州人 哦 都是赞美的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